警方連同霹靂小組大陣仗出發 來到這間製毒工廠立即展開攻擊行動 警方兵分二路 分別從前門跟後門攻堅 沒想到製毒師趁機從後門落跑 當場就被逮個陣著 同時也在製毒工廠內查獲第三級毒品喵喵 也就是假基卡系統的原料和半成品 以及第四級毒品消息判 總共216公斤 原來警方在109年7月 侦破一處消息判的製毒工廠後 向上擴大追查 發現良性主嫌專門教授怎麼製毒 只是證明良性嫌犯行蹤不定 警方也厘清兩年多時間 不斷往返台中及桃園等地來跟肩搜證 厘清製毒集團的分工模式 確認是由良性主嫌協助過買製毒 所需要的化學原料及器具 進步技術指導製毒方法 再由底下賣性及流性兩名同伙 在桃園揚美的郊區來製毒 期間還不斷移動製毒場所 最後還是被警方掌握行蹤 一舉破獲 那警鐘查獲的喵喵是最為常見的 毒品咖啡包原料 數量不法暴力達到新台幣上億元 好在警方及時侦破阻斷毒品 流入市面 建議 我们下期再见